大家好 我是阿龙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现在这个风群 风房进入高风产暖 每年都是这个 都在10月1号后的那个风房呢 进入高风产暖 而且现在的风房呢 特别胖 产暖率也是非常的高 是吧 现在的时候呢 最主要是千万不能缺碗 也不能缺密 是吧 如果呢 有些是没有密缘的地区呢 要继续要进去奖位一下 不然的话 一旦缺密缺稳的话 幼虫就可能会拋掉 由于还有20多天呢 有一个大密源 鸭桨木东密 包括广东广西无间 有些地区开得早一点 有些地区开得起一点 这个鸭桨木呢 它是这样的 温度越高的地区开得越慢 温度越低的地区开得早一点 是吧 这个有点奇怪 不过有时候跟这里 当地的气候也有关系的 像我这里呢 商将过一个礼拜就开 是吧 但有些地区呢 它可能到了少雪 大雪的时候才开 是吧 甚至有些冬季后才开 不同的地区呢 那个鸭桨木有点不同是吧 我们王在边呢 是以角的地区 开的话 就是说要 风群还没及时完 直到上来 那个鸭桨木已经开 是吧 如果呢 鸭桨木开迟一点地区的话 也有好处 是吧 开迟一点 因为它有足够的晚风时间 是吧 像鸭桨木开得早的时候呢 没有足够的时间 玩风 是吧 像春天呢 那个荔枝挖一样 春晚呢 不到一个月荔枝挖要开 是吧 那个风呢 还没挖斩起来 是吧 那个荔枝已经开挖了 是吧 有时候呢 不过呢 鸭桨木呢 开得越早的地区呢 它产量就越稳定 开得越迟的地区呢 它的产量就不稳定 特别在大雪 到冬季后开的鸭桨木呢 大部分都是不稳定 十年的话 可能只有两三年 给你搞到密 因为一到冬季后的话 你哪怕你是拿一个 蠟肠 是吧 拿一个蠟鸭 或者蠟肉 你拿去晒都晒不了了 一到冬季后就转蓝风天了 是吧 等于说来春又 到将近春天来 是吧 那个时候又开启潮湿天气 是吧 今天是阴天阴雨 没有阳光 因为鸭桨木呢 它也有个特点 是吧 它属于一种阳光性的植物 有阳光 情况下才流密 没有阳光 情况下就不流密 是吧 所以这种 这种植物也是一个口调来的 是吧 所以呢 一到冬季后的话 它经常说阴天 是吧 冷空气 南压 是吧 然后 又 暖空气又 从南 跑过来 是吧 冷空气的 从北跑过来 是吧 两个霜撞的时候呢 变成阴天阴雨 反正冬季后的话 鸭桨木开 都是不稳定的 是吧 哪怕那个冬季 冬季呢 有时候 都不稳定 是吧 产密量非常的不稳定 经常说阴天阴雨 什么都没有 是吧 所以鸭桨木呢 在那个 香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这段时间呢 产密的话 就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是吧 所以呢 大家呢 现在那个蜜蜂呢 一定要搞好是吧 不然搞不好的话 在鸭桨木流密的时候呢 蜜蜂 蜜蜂没发展 或者那个蜜蜂很弱 是吧 很弱的话 肯定搞不到蜜 是吧 如果呢 这种只是一两匹蜂呢 搞鸭桨木 可能没搞头了 是吧 一两匹蜂那种 搞鸭桨木蜜 可能是没搞头 是吧 鸭桨木蜜呢 你最起码有 三匹竹蜂 四匹蜂以上呢 反正群势越强越好 打鸭桨木的话 反正六七匹 七八匹 群势越强 打蜜就越多 反正那些一两匹呢 这些肌肤都不尖密 是吧 因为我在蜂墙那里 就很清楚 是吧 整个蜂墙那里有几窝 那种肉群 肉的像蛋群 是吧 一匹蜂 这种去大流蜜去产蜜 它就是没见多少蜜 它蜂蜂里面 可能有一斤半斤 那个样子 多就没有是吧 但那些长群呢 有时四五斤 五六斤都有是吧 有些七八斤是吧 甚至有些最长的 有十斤也有是吧 但呢现在肉的蜜蜂呢 就肯定没有了 这个不用说是吧 如果呢 现在肉的蜜蜂呢 可以选择不要踩那个冬蜜 搬去那个平原区那里是吧 没有山的地区呢 毛蜂少一点呢 到来年春天养好呢 还可以明年春天的时候呢 那个村蜜可能还有收获是吧 如果那个肉群的话 要不是你从别的蜂群那里抽 抽两三米 过去 然后把它搬到远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是吧 风量太少了 肯定是没产量 所以呢 鸭脚木这个蜂蜜呢 第一个 它的鸭脚木开挖的时候 流密的时候 挖头上面很多那个马蜂 是吧 所以呢 鸭脚木流密的时候呢 不管多少蜂盖子出来呢 它的蜂量也多不上来 由于那个马蜂经常 骑那个 骑那个工蜂 是吧 那个工蜂总是有一天 在挖头上面 被那个马蜂骑的是吧 由于现在到了鸭脚木开的时候 那个马蜂是属于最旺性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那个马蜂的蜂容就比较少 马蜂就比较多 那个时候呢 也属于那个马蜂呢 养育一批蜂蜂王的时候 那个蜂王用来 越冬了以后呢 各自开村 完基 所以那个时候呢 到将近冬天的时候呢 那个挖到那个马蜂窝里面 几乎每一 每一条 每一条 幼虫的马蜂都是蜂王来的 啊 所以呢 现在那个马蜂的地区呢 它也有 有一点 但不多 是吧 有些地区特别多的地区就麻烦了 是吧 不过呢 近这几年呢 抓马蜂的人也多 是吧 其实很多人去找马蜂 我这里附近也有几窩马蜂 我朋友呢 前几年来抓了 抓了两窩也不大 就像那个竹球 竹球那么大 由于我前段时间 可能搞了它很多去 所以呢 它发展不怎么起来 啊 还有几 还有两窩都没搞 由于那个树顶太高了 搞不到 啊 那个也不大 比那个竹球还要少 啊 所以今年那个马蜂被我搞 搞它一下呢 在立即的时候被我搞它一下呢 然后呢 那个它都发展不起来 是吧 它刚起步的时候就被我搞掉 是吧 所以呢 现在那个蜜蜂玩具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吧 肯定不要给那个马蜂多起来 马蜂多起来呢 它就拿你的蜜蜂去喂它的幼虫 是吧 啊 你把那个马蜂搞垮呢 那个蜜蜂才能堵得上来 是吧 都是这个样子 等于说 养那个蜜蜂它也有那个 那个天敌呢 没有办法是吧 啊 不过呢 现在呢最主要是 还是把那个蜂玩好 只要有蜂的话 就可以 就会有产量 哪怕你就四蜜蜂啊 三蜜蜂啊 都可以是吧 啊 五蜜蜂是吧 三四五就可以了是吧 有些人说 没必要追求那么好是吧 你追求好的话 你 整天 有些人就不用去上班了是吧 你专门去管理那个蜜蜂呢 那个蜜蜂感觉好是吧 但有些去上班一组了是吧 早上六七点钟出去 是吧 然后到晚上七八九点钟回来 哪有时间看那个蜜蜂 都这个样子 是吧 像我有几个朋友也是一样啊 他说那个蜜蜂没时间看 是吧 有时候还喊我过去帮他看 我说我哪有时间帮你搞这个 是吧 他现在早上七点钟起来 然后八点钟去上班是吧 然后晚上回来 这七八点回来还要煮过蜜蜂 搞到晚上的十一二点 那个蜜蜂都拿着看是吧 啊 养蜂都是这个样子是吧 有些是他不是专门养蜂 他是业余的是吧 业余的话他本来是要有 有别的工作是吧 那个蜜蜂就没养好 属于很正常是吧 有些加皮的过时的还没加皮是吧 甚至有些年底都没办法加是吧 都是这个样子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我的视频 各位给关注点赞走了啊